為何讓人看得到最好的醫生都醫療不好 第二要安靜,甚麼都沒有的聲音 即是死了,沒有了 第三要在棺材上揮兩個洞 左邊一個右邊一個,兩隻手要伸出來 讓人看過,兩手是空的 聖經跟我們說,我們沒有帶甚我到世上來日 不能帶甚我去,兩手空空就去了 很無奈,你同不同意呢? 其實它是很有意思的 但那種無助無奈就表達出來 所以你說,我的桑禮有甚麼品味和風格 無奈是一種品味和風格 你會不會像它這樣呢? 舊社會裏頭可以去買人 即是給錢人來哭,來奉入 貴著死者來哭 因為自己的親人可能哭都哭不出來 很悲傷 要找人來,代家屬來哭 我們現在有些宗教是大羅太古,草草生債 這樣的一個品味 亦有人說,我的家屬在我的喪禮當中要打紅領帶 每一個人都有他不同的品味 如果你沒有參加喪禮的一些設計 那就是別人跟你做了 別人跟你做了,未必是壞事來的 未必是壞事來的 但可能不是你自己最想要的 9月30日,我突然間深月內潮 我跟我太太說,我還有沒有十年命呢? 我還有沒有十年命呢? 第二天,那39個人只有兩分鐘命 就沉捨了它 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如果能夠預先跟我們的親朋友、好友、家屬 講一下、分享一下 我的喪禮是這樣,應該是這樣 我覺得這樣是最好的 這樣是比較好的 我滿意 我的品味、我的風格是想這樣 因為很有意思 能夠做最佳你的選擇 能夠帶出一個訊息 我會說到項目和內容 講到項目和內容 剛才講到最好能夠寫 寫不寫下 生平的簡介、生平術史 因為那裏需要在長刊登出來 說又要說出來 說又要說出來 有人幫你說出來 所以生平撤擾或回顧 是其中一個主要項目和內容 要務實 重點最項目和內容 不要太長、不要太囉嗦 不要太重複 不宜太瑣碎 還有一點 喪禮或安食禮禮 就是親友的益術分享 對你、對我、對世者的思念之情 這裏說要留露真情 可以從小事來著眼 不需要誇大 更加不需要歌功頌德 忍惡陽閃 可能是好的 好事來的 但是不需要歌功頌德 亦會有一個環節 是牧者衛免、安慰和怨免 特別是家人、親友 這裏納士都寫得很清楚 應該誠懇的 應該清晰的 而且是有同理心的論述 亦都有真理的教導 兼顧家人和會眾的情緒 第三方面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人選和配套 這是最重要的 我們可以有很好的品味、風格、很好的內容、很好的項目 但是如果人選錯人、配套又沒有 這個麥克到時不用得 講後面的人都聽不到 等等等等 誰為你來講你的生平歷史 是否稟不對於人 非常之重要 這裏也有提到 說那個衛免 牧者的衛免 不應該是一個行貨來的 就是牧者要對誓者 有相當的認識 能夠真情來講到 對家人、對親友 能夠幫到他們的懷孕 有很多時候我們看到 在喪禮、安食禮班 那個牧師 不好意思,我自己是牧師 對死者 似乎沒有什麼認識 很匆忙 在開會之前 大家十分鐘 立一立,那個生平歷史 就不斷說了 可以改進 可以改進 所謂配套 還有那個 追思禮拜、安食禮拜的主席 寧師 見師的人有沒有人 見師有沒有師班 或者是合唱、讀唱等等 樂器的演奏、背景音樂等等 師琴、師事、扶寧的人選 怎樣選定、怎樣安排 這個都是如果能夠預先規劃 而且是你有份規劃 應該是比較好的 應該是比較好的 最後這點呢 畫品儀館 怎樣選擇 那個司儀 那個唐官 剛才說要飛去那個 投影機 影響場地怎樣佈置 日鏈、安葬所有的安排 如果是完完全全 在一個沒有預期的境界之下發生的話 那就真是要加人在很傷痛的時候 臨急臨亡 要做很多很多的決定 這個就不是一個好的安排 所以各位 我就用這幾句話 來結束 怎樣來設計自己的喪禮 怎樣跟親友說再見 美好的喪品禮言 不是偶然的 更非必然 美好的喪品禮言 可以提升親友的心靈的靜能量 減少他們的愛傷 這就是每一個喪禮的目標 美好的喪禮 是世者對親友表達借意和愛心的最佳的渠道 有其他渠道 可以有人寫電郵 有人寫文章 甚至有人做個CD 甚至DVD 來把自己的心願 和親友分享 都是一個渠道 最好的渠道 其實就是那個安食禮拜 一個追思 設計得好 找到對的人 找到對的人 就能夠有一個好好的安食禮拜 使到自親的人 使到好的朋友 因為這樣而得到幫助 多謝大家 聽完之後 到殯儀館的官面應該有些改變 有些修訂 接著到最後一位港元 就是請鄧彩鳳律師 跟我們分享一個很相關的題目 就是當你要面對日子來想的時候 你有些甚麼要寫下 有些甚麼要交下 就是關於遺族上的處理 請鄧彩鳳 謝謝鄧彩鳳 謝謝鄧彩鳳 在我未分享之前 我就想有些少少的統計 請問一下在座 有多少位 是已經立了平安書 或者遺族 可否對手 咦 講完都不錯 不過香港就是一個 一個資訊很快的城市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很多案情 都了解遺族的一些基本知識 這裏我想再講得詳盡一點 甚麼叫做遺族或者平安寺 其實我們知道每一個人 一個正常的人 或者一個正常的歲數 他們離開這個世界時 很多時候都會有財產 或者擁有些贏 可能是銀行的戶口 戶票 物業 又或者一些首飾 甚至乎一些愛犬 知道怎樣照顧 甚麼叫遺族呢 就是一個人如果他離開這個世界 當然那個定義 剛才 在醫學角度都是很特別的 但是在法律角度 如果有個死亡的證書 那就是遺族生效的 遺族呢 我們知道 例如一個人一生之中 可以立很多遺族 那哪一份最有效呢 其實嚴格說 簡單 如果一個是合法律的遺族 是最後那份最有效的 但當然我們知道 可能有些案例 讓我們看到 可能最後那份遺族 是被法庭判為無效 又或者很多人 他們方便 可能很簡單 在網上下載一些簡單的 遺族的版本 寄出資料 自己把自己的心願寫下 但是呢 香港其實是一個 法律是很嚴謹的地方 原來呢 因為申請遺產承辦呢 香港所屬於是難申請的 是很難申請的 所以 其實立一個平安寺 是有很多的好處 很多的好處 費用也不是多的 除非你的產業很多 簡單來說 剛才講過了 平安寺是處理 一個人離開這個世界 他擁有財產 如何分配 所以如果那個人離開這個世界 有些財產已經不存在 另外呢 那些受益人呢 亦都不可以得益 另外呢 就是平安寺 一定要合復法例的要求 有些人就說 那不管律師 可以嗎 是可以的 不過我是不建議 因為呢 原來呢 有關的法例 都很多的 很容易會踩到地雷 那個心願寫下了 或者是怎樣 自己做了一些文件 但其實是無效的 甚至乎有些人呢 很保密的 不想被人知道 可能收得很好的 大家有沒有經驗呢 收了這些東西 真的找不回 或者找回 好了有人找到 但是呢 看到 咦 裡面沒有我的名字 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是吧 那一個遺囑呢 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香港有法律制度保障 就是一個人如果離世了之後 其實呢 是有一個機制 那就是 我們會 有一個人離開了 就會問一下 究竟那個人 有沒有在任何的律師行 做過一個平安寺 或者遺囑呢 就是有文件在那裡 有紀錄在那裡 那也是一個保障 還有呢 平安寺通常呢 如果擺了保險箱 就是會建議擺保險箱 就不要在家裡擺 又或者是給承辦人去保管 有些譬如有患重病啊 早些交了給承辦人 那有一個什麼好處呢